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這部英文啟讀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西裝 到底要怎麼樣才算是真正合身 真正符合這個最新流行的以及也符合禮儀的 不會讓人家覺得看起來 嗯你這個啊穿起來哪裡不對哪裡不對 會想做這篇原因主要是因為我五月多的時候 我現在還是五月啦 播放的時間可能不是 但總之在事實上我在四月三月的時候 就已經去做了一套西服 那主要是因為五月底的時候 我的這個最好的朋友之一 Eric要結婚了 所以吳醫生恭喜你 但是很不幸的是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他的婚姻被推到七月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如期發生 可是總之 西服我是已經做了啦 這樣所以他真的也不能夠取消婚姻了 因為我他媽西服都已經做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我就 還是很好奇 因為我做完之後小改了一些地方 我怎麼看怎麼覺得 他做出來的這套西服 很像我以前的那種鬆鬆夸夸的樣子 那可是我現在看到網路上很多 或電影裡面很多西服 看起來緊繃繃的很帥有沒有 很俐落 那我做出來這一套 當時就沒有給我這種俐落的感覺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講了一下 他說你要改緊一點的可以啊 然後改完之後是緊一點的 看起來好多了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會wonder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小地方是這個老師父不會的 因為我也跟這個朋友聊了一下這個力生 我也可以替他電打的廣告沒關係 他在那個中立那邊 他這家叫做西服先生好像是 不對叫做名流好像是 還是第一西服 靠北我記不起來了 好啦先對不起一下下 等到我錄完之後我會把正確的店名放在下面 好所以那我就跟麗生聊了一下 他說他是他們這邊 他是業務嘛 他接進來之後都是後面的老師父做的 那我說那你會不會做 你有沒有跟老師父學這個手藝 他說哪有那麼簡單 他不會教你的 你要付他十幾萬還幾十萬的學費 他才願意把做西服的本事交給你 因為知道交了你之後 你就變成競爭對手了嘛 所以他不會輕易做這件事情 不是你想學他就願意交的 可是我心裡就忍不住想 那他會的可能真的是以前的手藝啊 所以像做完之後我拿回家 再穿上的時候就 就發現到有些小地方真的跟這個網上說的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做這一集也希望做完之後給麗生看一下 你可以不見得一定要說 覺得說你老師父做的都是對的 因為他的觀念可能已經很成就了 那有些地方可能只是看起來好像是 符合我們流行的這個西服的樣貌 可是殊不知啊 從這個西方的專業網站 我們所得知的資訊 有些地方還是不太到位的齁 好沒有怪你 因為米畢竟也是在西服店打工的 但是我們一起來學習 新一代的西服到底應該長什麼樣子 你看這邊你看左邊右邊 看起來都蠻崩的 可是右邊就是打叉叉 左邊看起來就是OK 他包括甚至有你看這個扣子 這扣子怎麼了 然後這個手的部分 畫一個這個兩個現象做比較 這手怎麼了 然後這邊一個打叉打勾 為什麼呢 好我們就來看下去 好我們就直接一點點 直接看他下面的十個點 所以Top 10 Signs You're in a poor fitting suit 所以十個徵兆 sign 你現在穿著一個 fit的不是很好的 poor fitting suit 第十點就先看下去 所以從十一路數到一 jacket shoulder sag or bite jacket就是你的外套 shoulder肩膀 sag很容易理解就是鬆垮 而bite是咬 什麼叫肩膀會咬啊 所以我們就往下看 你看 所以當你是穿一件 suit jacket 或者blazer 所以西裝的外套 你叫他jacket也可以 你也可以叫他另外一個詞 叫做blazer OK 所以第一個你要看的 肩膀的部分 所以有幾個sign很重要 shoulder sag跟shoulder bite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看圖片會清楚很多 所以我直接給你看圖片或許就好了 圖片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叫做shoulder sag 蠻明顯的這個縫線的部分 你看這裡有個小凹進去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布料總是多了 你的肩膀沒那麼寬 但是他太寬了 那bite你可以想像就是緊囉 沒錯 所以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啊 這個縫線可能過裡面 所以這邊會多出一塊布來 OK 多出一塊布來 所以這個就是處理了不好 所以這個叫做shoulder bite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有一件外套是這個樣子的話 怎麼辦 所以他也跟你說怎麼去fix它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到shoulder sag 或者bite的話 It's best to try a different size or go the custom route 所以要是你今天去 I don't know Uniqlo 或者你直接去Zara 去H&M 去買一件這樣子jacket的話 你發現了有sag 有bite的話 你直接換一個try a different size 或者就去定做吧 go the custom route 所以他這裡假定是一個tailor 所以tailor就是裁縫師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量身打造量身定做 我們叫tailor made OK 所以一個tailor可以fix這樣子 OK 好 然後下一點 不過他也說 他其實很難調 而且可能會 could be expensive 所以你如果拿一個那個 off the rack 我這邊順便多補充一下一下 就如果說你去那種 剛剛講的這種 直接零售店 去買一個 乘衣的話呢 我們就說 Hey where'd you get the jacket 你這個西裝外套 哪裡買的啊 It looks pretty amazing 你可以說 Oh I bought it off the rack 所以 I bought it off the rack 什麼時候off the rack 就你知道 零售店裡面都是 一個一個 那個衣架有沒有 我講衣架不是掛衣服的那個 單個的衣架 我講的是那種 站起來的 就你曬衣服的那種衣架這樣 所以你在 這種店裡面也是 他就一件一件掛在那邊 陳列在那邊 所以你就直接拿一件起來 試穿OK就帶走了 所以這個叫做 buy something off the rack 這樣子 好所以你如果買一個 off the rack 然後你去調整的話 可能會是比較貴的 因為這個東西手工嘛 對不對 好所以第九點 The jacket's front button stands is too high and pops 所以這個jacket的 front button stands front button 沒錯 stance一般來說是姿態 站姿就叫做 stance 那他延伸下去 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你對一件事情的立場 也可以叫做 stance 所以例如說 你對於現在政府防疫的 這個努力 你覺得是肯定的還是 還是覺得他們做得太糟糕了 so what is your stance on the issue 你在這個議題上你的立場 你的姿態是什麼 所以stance沒問題 但在裁縫頁裡面 這個button的 stance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也就是他位置在哪裡 所以too high的話 然後還會pop 什麼pop 往下看就知道 其實很OK 可是你看他這邊說 這是一個long debated topic 大家都有在探討這樣子 然後 你現在ready to wear的jacket 很多今天的ready to wear 就是已經做好給你穿的 像剛剛講的off the rack一樣 都有一個mid to high button stance cool OK 然後higher button stance 看起來casual trendy 當won't properly的時候 so a higher button stance can look quite casual and trendy 所以看起來比較隨心一點 看起來比較流行一點點 but if it but when it's too high the result is terrible 但太高的話 結果就很糟糕了 OK 特別是如果這個wear 他有一點點小肚子的話 OK sporting a bit of a belly 所以higher button stance 所以他越高啊 你的torso看起來就越短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但如果說 你的人真的是比較矮 然後你想要看起來 你的腿長一點的話 所以好像也是不錯的概念 就是這樣 所以他強調一下 用剛剛講的討論 來告訴你說 為什麼他是一個long debated issue 就是很長期來說 都是被人家爭論的一個點 所以我把這個打一下 long debated topic 所以是一個大家爭論很久的一個點 好anyway 看照片比較簡單啦 所以你看這邊有沒有 所以當他的button stance too high的時候 你看到 你看這邊有沒有 就有點爆起來 爆起來 right 所以當他如果說不會太高的時候 你的胸口這一塊 他就比較服貼 齁 就比較服貼 所以這樣 有好跟不好 他的分別是很清楚的 好 看到這一點大概夠了 第八點 所以 the jacket's chest breaks or gaps 所以 jacket the chest chess 是胸口的部分 會break 以及會gap 到底什麼意思啊 我先不解釋 我們就看 對你看這就是剛剛講到的pub的部分 你看 當你穿好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縫在這裡 但如果說 合聲的就不會 所以這就是 這邊講的 chess breaking 跟chess gapping 這樣 那下面就沒有gap 所以 proper fitting chest 好 這是第八點 第七點 the suit jacket is too long or too short 這個蠻明顯的 那我做出來這一套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too long too short 什麼叫long 什麼叫short 什麼是長 什麼是短 好 我想看一下文字好了 所以 他講 shorter jackets are trendy 現在都比較流行 短一點的 可是卻 不要 短得太誇張 OK 不要太誇張 所以這裡說 你的suit jacket 應該cover大概80% 你的but 跟你的crutch but crutch 是屁股 所以要蓋住80%的屁股 跟屬西部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我們看一下這裡 如果是jacket too long 的話 就藍色這一個 他蓋著屁股 整個屁股蓋住 沒屁股了 那不行 那 too short 這就是too short 他屬西部 可能就是 反正就太短就是了 整個 我幹嘛一直畫這裡 我對他的雞雞沒興趣 來 所以這邊則是 proper jacket length 所以cover了80% 這裡還是看得到屁股的一個末端 所以這樣就 OK 好 所以這裡 可以接受吧 來 下一點 第六點 the pant has a tight or saggy seat 什麼意思 pant是褲子 對不對 那他有一個很緊 或者也是一樣 剛剛sag的意思是 鬆鬆垮垮的 seat是什麼 座位嗎 大概就是屁股的部分 我想也是 所以 我們看一下 你看 哇這個你看很鬆垮 可是你知道我十多年前 穿的西裝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鬆垮了一點點 然後 太崩了 這個seat 所以 我們似乎就可以理解 屁股的部分 他們就稱它為seat 也就是你坐下來的這個屁股 所以這個不叫 the butt of the pant 這叫seat of the 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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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eat too tight 那這個的話就看起來 OK一點點 cool 第五點 the pant pocket pop like elephant ears 很有趣 正好我的褲子 還真有這個問題 pant pocket 所以褲子的那個 口袋 它會爆開 像是大象的耳朵一樣 你可以想像 什麼叫做褲子 那個口袋爆開 像大象的耳朵一樣嗎 我們直接來看吧 OK 我們直接來看吧 這一個 popping pocket OK 所以這個 pocket 有一點點 爆開來 然後 flat pocket 這就沒有 這個事實上 好像不是很容易看出來 它取近的角度的關係 但真的 如果你褲子穿起來 這邊好像有一點 多餘的布料 所以這個東西會真的就是 崩開 好像真的像兩個大象的耳朵 一般 所以 或許這裡描述起來 不容易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褲子 你可以穿上去試試看 基本上 像牛仔褲子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這是第五點 第四點 the jacket collar rolls behind the neck 這個大概是 大家最容易忽略掉的一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是 我們不懂 我們就真的是 完全不會去注意這件事情 我事實上偷看了一下 我們吳醫師派出來的那個照片 好像有些照片中有一些 就因為他 婚紗照嘛對不對 那婚紗照 我知道男生穿的這些西服 也不見得是 你真正自己帶的 可能是他們當 就是你知道 婚色公司可能有準備的這樣子 那這邊就說他的collar collar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衣靈 rolls behind the neck 在你的脖子後面 他會roll roll是滾 什麼叫collar roll 所以你看 他這裡還強調collar roll 是最糟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懂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 good tailor can correct 所以還好是 這個是可以去處理的 所以 他有兩個發生的原因 collar roll happens on a suit for two reasons either the posture of the wear 要不就是穿的人 他的姿勢不好 doesn't match the slope of the jacket 所以 不能說不好 總是他穿的人的姿態 他沒有match這個jacket的slope slope是坡 所以你的jacket有一個坡 就是你的背後 他是你知道 男生的背後從肩膀下去 後面是一個坡度的這樣子 好 或者說你跟你有一個比較高的肩膀 可能就會有這邊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長的是什麼樣子 啊這樣 所以你看他有沒有有一點點捲起來 好像真的有 所以肩膀的弧度 跟這個衣服的弧度不太一樣 所以多了一點點的布料在這裡 這就是最難看的 呃 collar roll 好像這不是我剛剛講到 無疑是這一點 是再往下下去 然後要是平的 那就沒問題 so no collar roll awesome 第三點 the pants have a 90s Chicago banker look 你的褲子 如果有一個90年代的芝加哥的這個 banker就是銀行家的一個look 什麼叫90年代芝加哥銀行家的look呢 我們看下去直接很簡單 你一定懂我在說什麼 我以前穿的褲子就是這樣 下面的褲腳是很長的 ok too long and baggy 金石金字的褲子真的不會這樣 所以金石金字的褲子就好多了 ok proper pant length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會說這樣的褲腳太短 你的褲腳應該要蓋住你的鞋子的 就是應該要再長一點點 可是那是以前 現在比較流行的褲子真的比較短 ok 好 然後第二個 這個jacket sleeves are covering your knuckles 這就是你的袖子如果太長 所以sleeve這個字 就是袖子 ok cover你的knuckle knuckle是什麼 這個 ok 這一排 ok 其實全部都是啦 這樣子 knuckle 那 knuckle的 什麼叫cover 你看sleeve too long 所以太長了 也沒有cover的knuckle啦 太誇張了 可是他總之就太長了 那太短了 當然就秀出太多白色的shirt的這個袖口的部分 那 也順便講一下這個袖口的部分叫做 cuff ok the cuff of your shirt 那這樣就還好一點點 所以理論上要露一些些可是不要露太多 ideal的就是合理的一個sleeve length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collar roll對不對 就你 你的那個後面的那個肩膀後面背 upper back的部分 這樣 那 下一個就是有一個gap 你的collar會有gap 所以collar 10有roll又有gap 什麼概念 gap是phone 什麼gap呢 蛤 那這個dreaded就是被人家害怕的 那 我們剛才 他剛剛已經說了collar roll是the worst 這邊卻又說了一個 這才是第一名 所以剛剛那個不是最糟 這才是最糟的 this is the number one cardinal sin 這個宗教般的 所以這個 cardinal 不知道該怎麼翻 因為 在天主教裡面有一個頭銜 我們好像叫他紅衣主教 那好像就是cardinal 這樣主教 cardinal是bishop ok 那紅衣主教好像就會加這個字 ok 所以有一種鳥叫cardinal 叫紅雀 所以總之啊 這是一個number one cardinal sin 在tailored clothing裡面 dreaded collar god 我們來看他是什麼 直接來看最快 很想讀一下這些文字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們看圖片 你看 你會注意到這個嗎 我就不信你會注意到 真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不會注意到 所以你的這個collar 就是你的shirt的collar 跟你的jacket的collar 不應該出現這個縫 這個對於 懂的人就是 噁心 ok 那 要是沒有 nice 所以就這麼簡單 同學們 ok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複習一下下 這一些recap 就是sign 你的suit 沒有fit the jacket shoulders sack or bite shoulder 剛剛的sack或bite 是在肩膀的縫線部分 the button pose or the button stance is higher than one to three fingers above your belly button 這講的是 他的stands 那顆扣子 太高太低的話 the jacket chest gapes open 所以胸口的部分會有一個小縫在這邊 ok 然後jacket doesn't cover about 80% of your butt 你的jacket沒有cover住80%你的屁股 trouser seat isn't smooth 所以你的那個屁股的坐下去的部分 不夠滑順 the pants pocket pop outward 你的褲子 口袋 爆開 ok 往外爆開 你有collar roll behind the neck 脖子的後面 ok 有一個那個衣服多一些皺摺的部分 好像滾出一點點東西來 ok the pant legs brakes at the back of the shoe ok 所以褲子的長度啊 總之又太長了 doesn't cover the back of the shoe at all 所以他應該要 cover住你的鞋子的後面的部分就是 ok 再來 jacket sleeve shore more or less than one a quarter inch or half an inch of shirt cuff 所以他剛剛沒有用文字描述這樣 這貨人應該沒看 所以shirt cuff的意思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就是袖口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他要秀出了 呃 秀出more or less than 這麼多 所以你至少四分之一inch 或者二分之一inch short cuff more or less 太多太少都不行 第十點 collar gap 就剛剛的那個 你的外套跟你的 那個襯衫 的衣領的部分 中間有分開 那是不行的 但你穿得好好的時候 他應該沒有空間在這邊 所以the jacket collar doesn't lay clean against the back of your neck 不行 Lay clean就是靠在上面完全沒有縫隙 所以就是實樣 希望這個對你有一點幫助 男士們啊 這個其實有點重要 你如果去 我覺得 那個去Taylormade Taylormade的一件 的一套西裝一定是比較好的 而且事實上沒有說多貴 你如果去任何的那個 呃 那種連鎖店 甚至連那個G2000之類的 他們那個價錢跟Taylormade事實上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直接去做一套西裝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真的 而且 必要是不對 你可以要他改 一般的師傅絕對不會 對這件事情感到 呃 感到絕對說你很煩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的耐心來替你量衣服啊 量你的大小啊 那只是我會真的覺得 因為我也的確花了一些錢做過一些 呃 Taylormade的襯衫 那 我的確覺得每一家的那個師傅的那個感覺 然後就 這家做出來的 我就會覺得這家師傅一定真的是 不知道哪個年代出來的 然後另外一家做出來就會覺得 嗯 這個人比較有年輕一點的觀念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欸 反正 大家參考啦 那反正我是翻譯一個網站給你聽就是 好我們講完這裡大概也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早送燃 大探 7 20 6 9 20